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给网站导入大量流量,让网站排名更好,三,YouTube推广方式有哪些?一,自己做视频,用户可以建立自己的YouTube频道,将一些火热的产品拍成视频,这样当有买家想看产品细节的时候,我们可以把视频链接发给他就行。 另一方面,视频放在YouTube上,总会有人通过某些关键词搜索,或者YouTube的相关视频推荐功能,找到我们的视频,这样就可以把YouTube上的流量引到自己的网站。 其实注册账号,发布视频,非常简单,我就不多讲了,如果要细讲,这里还有关键词的选择,描述的设置等,可以看一下小北文章,主要是拍视频,后期剪辑等,可能有些难度。 由于我自己暂时也没做几个视频,这个我就不讲了,如果自己会做视频真的不错,找一个点突破,可以看看Anchor主页。 二,让用户帮忙拍视频,让用户帮忙拍一个视频,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 如果他有YouTube的话,买家收到产品后,我们可以联系买家,问他对我们产品有什么评价。 如果他喜欢我们的产品,请他帮我们做个YouTube视频review,我们可以给他一些coupon或者其他的奖励形式,一定要维护好这一块。 千万不能像The Perse这样,用户负面评论,带过了正面评价。 三,和KOL合作拍视频,这是我要着重讲的这一块,对于每一个B2C或者B2B,这一块有非常大的吸引力。 和KOL合作拍视频是可以立马产生销售的,因为它是KOL,它能够影响他粉丝的行动。 和KOL合作,能够快速转化他的粉丝,成为你的客户或者潜在客户。 一,如何寻找KOL? 寻找KOL我一般是自己手动寻找,因为KOL是单点投入的。 你需要对KOL多方位考察的事,所以我没有通过工具去寻找。 我会搜索行业关键词,查看竞争对手的数据,每行业上下游的产品找的KOL去寻找自己。 适合的KOL寻找到KOL后,我会做一个KOL资源表一定要做,便于分析该KOL粉丝增长情况,是否联系价格效果等。 因为YouTube的相关视频推荐机制,你找到一个合适的KOL后,你就找到了相关的KOL,所以手动找KOL并不是一件难的事。 二,如何筛选KOL,通过上面步骤,可以找到很多KOL网红,那如何确定这些KOL网红是和我们产品的推广。 跨境CV提供了三种方法,我加了第四种粉丝范围和规模,不能单纯看网红的粉丝人数, 与一个拥有一瓦粉丝的小魏合作可能比与拥有50瓦粉丝的中魏合作更顺利,因为这种小魏有更多的活跃粉丝,而且你能够与小魏进行更多的交流,从而和他们建立更长期的合作关系。 对于小卖来说,这种一瓦粉丝的成长中网红,属于性价比最高的,对于月销量超过50万美金的卖家来说,更讲究品牌的传播和品牌粉丝的积累。 所以这类50瓦粉丝的网红,只要粉丝群体相对精准,就值得开发。 一些卖家找红人的时候,可能更多的会关注粉丝数和视频浏览量,理论上来说这样并没有错,但是如果找到的网红却不适合宣传你的产品,可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 粉丝的类型,需要了解网红的粉丝与你的目标市场、产品或品牌是否高度契合,以及背后的粉丝数据、地域分布、兴趣爱好等等,并且关注网红正在使用的标签。 这样你就可以轻松的发现更多其他讨论过的相关品牌、产品或行业的网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